马在中国民间故事里头 有着忠心护主 不为困难的好形象 像是曾经改编成为 歌仔戏的尼玛渡康王 就是很有名的故事 比较多人流传的版本是 南宋初年 康王赵贡已经登大位 朝廷迁到了扬州 没想到金兵大举南下 兵临城下 而赵贡被杀得措手不及 只能够连夜仓皇出逃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就藏在江边的一个小庙里 突然之间半夜跑来了一匹马 载着他安全地渡过了长江 到达了杭州 让局势是转为为安 后来才发现 这匹马一过河 马上变成了不会动的尼玛 原来是神明助了他一辈之力 古人对马的印象非常好 认为马非常的豪迈俊逸 却也能够吃苦耐劳 也希望这样的龙马精神 帮助台湾走出幽谷 能够越来越好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发烧化骑 追灯就底 起居所地 热情追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